带爸妈去旅游是什么体验 今天不偷吃零食啦 带爸妈去海南啦 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 为这个家日夜操劳 从来没有休息过 还生了我这么个败家子 稍微装点零食 这就出发 三亚 我们来啦 来到三亚 除了沐浴阳光 踏浪细水 必不可少的就是吃海鲜了 这么一大桌海鲜才几百块 这种虾肉鲜甜紧实 螃蟹金黄饱满 妈呀 海南的文昌鸡也太好吃了 看爸妈吃得如此津津有味 我的内心无比开心 妈呀 是我见识浅薄 竟然有这么多色彩斑斓的水果 好想同同打包带回家 菠萝蜜和小菠萝十块钱一盒 也轻五块一个 这么多只花了一百块 海南人民也不幸福了吧 等到夜幕降临 再来夜市打个卡 先来跟外角里嫩的脆皮五花肉 这个春鸡爪好酸好酸 看见鼠塔的我停下了脚步 哥在间鲜念多知入口即化 惊呆了 居然还能吃到铁锅炖大鹅 海南之旅最后一片吃个椰子鸡收尾 哥爸妈吃饱喝足回上海了